有人当年问佛陀,通过修心,佛陀你究竟得到了什么? 佛陀说,我什么都没有得到,那你还修什么?心做什么呢? 佛陀微笑地说,不过我可以告诉你,我失去了东西,我失去了愤怒,忧虑,悲观和沮丧,焦虑不安,我失去了自私自利的贪嗔吃三毒,失去了凡夫俗子的一切无知和习气业障, 我也失去了对老去和死亡的恐惧,佛陀说,知足常乐,但人常讨论的是,多少年以后我要怎么样怎么样,我事业要怎么样,我要让怎么样来更怎么样, 想一想,我以后财政要怎么样,赚钱要怎么样,人类是健忘的,我们忘记了自己的寿命是有限的,是无偿的,钱是用无限的赚,你再多它也用得完。 欲望是永远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,我们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那些无限的钱财,希望以此来满足自己无羞耻的那些欲望,结果被钱财的欲望一辈子活活的泪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